哎呀 看看这是啥 拿着 哎呦 哥 我从毕业到现在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那当然了 卖的多提成就多 今天干得非常好 所有的螃蟹全卖了 告诉你一个特别喜人的消息 从明天开始你就转正了 真的呀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个光辉业绩啊 也将成为你未来水产生涯中的第一座里程碑 谢哥给我立碑 你先下班吧 女朋友不等你约会呢吗 干完活的 不着急 哎呦 耍了 自欣啊 要是你不着急走的话吧 哥想跟你聊会儿天 哥 你这是要说话呀 我觉得呢 以后你就转正来 咱们以后卖螃蟹啊 得立点规矩了 投机倒把的事绝对不能干 不能够 缺金少两呢 说啥呢 卖死螃蟹呢 死螃蟹 死螃蟹你要买回家 整个人都不好了 五脏六腑枝翻花 就像个小孩在跳梯子 螃蟹一压爪爬个 它是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 要一起压缝一缩 它是爬呀爬呀过沙河 噔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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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他叫止掉 撂 听着有啥声没 掉掉掉 不是釂 是扑la 不能够 有东西扑兰我听着 劳里扑郎的 不能哥 那里都是死的 不是死了为啥还扑郎呢 哥 桶里一定有一个 破了怪 我揍你 过来过来过来 检查一下啊 哎呀 你看 有一只还有生命迹象的 赶紧捞出来 给我准备手术台 手术台 桌子桌子 赶紧 不着急啊 抢救开始 成功脱离危险期 哎呦我哥 你真是水产线的120啊 我给螃蟹接生 你还没见过呢 我这小玩意的生命力真顽强 以后你就叫强哥 强哥 强哥 哎哎哎 强 蟹怎么卖 不是美女 你能不能小点声 这次药品吗 就剩一只了 一只 我上别家看看 留步 虽然就剩一只螃蟹了 但是这是一只限量款 特别版的螃蟹 怎么限量 怎么特别 确切地说 它是一只有故事的螃蟹 这只螃蟹 它原来生长在 雾气朝朝的阳城湖里 它不远万里翻山越岭 发山涉水 来到了这条水展市场 可是就在刚才 一个冒失的售货员 他草菅谢命 把他扔进粉券子里 但是 上天又给了他一次重生的钱 当他独自一人 躺在冰冷的粉券子里 他没有向死神妥协 他呐喊 他郁闷 他挣扎 他扑了 终于 在一个水产摊子 老板的住住之下 他重返人间 这一重返 重返的特别 重返的限量 啊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呀 说白了 这是扎式的螃蟹呗 呃 是我让他扎式 谁让他扎 他该扎也得扎呀 他属于回光返照了 那还能信信了吗 呃 还 我不要还行 我不要还行的 我很干气 好不好 你要么死 要么活 你这带死不来活的算是什么党 呃 不是带死不来活的 他是先死后活的 准确的说 他属于涅槃了 他都这么大能耐了 他都涅槃了 你们还不留他一样欠年吧 我欠完了 哎哥呀 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要不咱们一样 紫欣你是不是给我搅和了 我编一个故事 人家都快掏钱了 你一张嘴就给人家气网了 哥要不吃了吧 你是真想吃他 还是着急走找时间约会去 我想吃了他 吃他不是咱俩该干的 那谁的事 谁买就是谁的事 我买 你买我不能买 为啥 内部清销我打脸 可我听不懂 我可以给你解释 你说 好样的 当大夫的 有给自己开刀的吗 当小偷的 有掏自己钱包的吗 态势按摩 有给自己菜腰的吗 练武术的 有空空冲着自己放大招的吗 哥 我觉得你卖旁边都白瞎了 你应该卖帽子去 大帽 咋 不是子媳 今天你咋的 这事就不赖我呀 吵架了吗 那这是赖我呗 也不赖你 主要赖这螃蟹 你赖他干啥呀 你要么死你就死 要么活你就活 死了又活 怎么回事 那他死而复生这个事 是不是你一手造成 谁造成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多少钱呢 你先别说话 这只螃蟹 他本身就应该卖出去 他走进千家万户 被蒸得红冻冻的 冻人的残锅 你煮他干嘛 你别说话 吵架呢 我想饶 你说话 好我说啥呀 我就说这只螃蟹 这是所以剩下的 就是你郭主欣的 你就是跟我交线 你就是想赶时间约会去 你就是难为我 我就是想买一只螃蟹 对面去 哥 兄弟别说话 如果这个时候 来个人要买螃蟹的话 你说对人造成多 哥 刚才是不是来个人 来了咋的 他干啥来了 买螃蟹 他买螃蟹干啥 就买一只养着玩 然后呢 你还有脸问我呢呀 郭主欣你干得真漂亮 还行 哥你干啥呀 我干啥 我啥也不干 我就想告诉你 以后我不卖螃蟹了 水产这一行 我都不干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上岸了 啊 吐泡了 你吐不吐泡我也不干了 不好使 这只螃蟹 它钢筋铁骨 命不甘血 我不能让它 成为我未来事业的拦路虎 我更不能让一只螃蟹 成为我水产生涯的一块大额力 所以今天我必须把它卖出去 郭子欣你跟谁抬杠 没跟你抬杠 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 你是不跟我交近的 没有 来你把朋友 没有 你亮着我这句话 来来来 你想干啥 没朋友 你爱死不死 要不要朋友 郭子欣 干啥 你咋的啦 我买螃蟹 不是 干嘛呀 你跟我去一边家 你有病吧你 你不先丢人的 一边睡 哥 他咋的啦 较劲 跟自己轴上来 那你咋的啦 较劲 跟自己轴上来 这螃蟹呢 较劲 跟自己轴上了 他跟我俩轴上了 行行行 都消消气啊 走 子欣 咱不在这回家 扑一下 我犯罪了 你知不知道啊 那肯定人一车嘎了 啊 我把刘沛整死了 我把他赶出海产圈 赶快上岸了 我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老板和亲戚 螃蟹要是卖不出去 我多行不义 鼻子鼻啊 那行 我买了啊 不是 那部销售我打脸呢 这传出去以后 我在水产圈怎么混啊 我让那两杆 带鱼怎么说我啊 我让那一车 橙子怎么想我 我让那两杆 萌巴怎么说我 以后我从这一走一过 那险子都得 扑扑扑扑 拿水滋我 明白了 不卖家属是吧 对 那我现在不是你家属了 我能买不 不是妹子 你啥意思啊 我不跟他处了 我能买不 他定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跟他叫过啥呀 在这 我是不知道你们两个 怎么回事 但是我了解螃蟹呀 你看他那小样 兔泡呢 你兔泡看他干啥 螃蟹放屁 我都见过 你们知道吗 螃蟹以前 不长这样 长啥样啊 啥样 我不知道 但据说 很柔软 而且总是受到伤害 他为了不让自己 再受到哪怕 那么一丁点的伤害 于是 他选择把自己的骨骼 长在外面 保护自己 可也就是因为 有了这层厚重的壳 他的行动越来越笨拙 以至于亿万年后 他们只能 横着走了 哥啊 咱俩以后聊天 能不能把肯子退来 最近那不好意思 可能哥今天有点 装大 不是 主要也赖我的事 他就跟 不是 你说咱俩大老爷们 你跟个螃蟹 叫什么进去 是不是 压力都太大了 对 主要是压力大 压力大 那个 我问一下子 咱这还有螃蟹没有 我买一只啊 行不 干啥呀 今天晚上不是有足球赛吗 我们琢磨着整只螃蟹 预测一下 卖吗 不好意思啊兄弟 我们今天呢 收摊了 谢谢大家